美國有我們的公司發表 政府會承諾許多職員工人 像華為 會提供資源支援 對國際上的民主權的保障 蓬佩奧27日發推文表示 國務院要針對涉及侵害人權 並向中共提供實質協助的中國科技公司特定員工 實施簽證限制 推文還警告說 如果與華為做生意 那就是與侵害人權者做生意 再次點名華為是侵害人權的科技公司